房市的928档期是即将要登场了 而今年北台湾的都会区推案量是直逼了2700亿元 年增是超过千亿元 成长幅度是超过了64% 有机会挑战928档期的史上最大量 而今年业者是锁定了首购族 也让小宅的建案大增 下半年的房市渴望迎来报复性买盘 阳光洒进落地窗 书房设计自然融入客厅空间 让格局更加宽广 搭配大地色系的装潢配色气派又典雅 位居士林的豪宅超过半数新屋都已经成交 就足以看出下半年台湾房市有多热 今年房市的928档期即将登场 根据市调机构统计 今年北台湾的推案量将值比2700亿元 不但到去年同期大增千亿元 而且成长率还高达64% 有望成为928档期的史上最大量 今年928档期以双北推案量居管 新北市案量近千亿元 其中光是板桥 新店 新庄 淡水 案量都破百亿元以上 台北市约847亿元紧追载后 至于桃园560亿元 则位居第三 就连以往推案量低迷的基隆市都有显著成长 不过今年高总价房型占比偏低 业者抢供首购族群 30坪以下的两房小宅建案明显增多 去年以来北市重大品数产品供给充沛 那反而是低总价小宅供不应求 尤其今年两房产品更出现严重缺货现象 建商发现后纷纷补获 不只推案量爆发性成长 就连新竹房价也跳跃式狂飙 高铁站附近的高楼层建案 每平最高成交价已经超过58万元 房价涨幅堪称北台湾最猛 显现高所得买盘之声下 建案单价坐五望六也将成为新竹常态 当时财经新闻张博祥 赖言杰采访报导